唐九回到寒丹,他就對趙王說,廉將軍雖然年老些,但是飯量很好,就是長為差,和我坐了一陣子,就摸了三四次。 趙王聽完,嘆了一口氣,他說,唉,打起將來,他怎麼可以整天去廁所的? 唉,可惜廉婆老了,為了國開那二十斤金,唐九就不顧國家的存亡,令到廉婆再想為國家出力的機會都沒有了。 廉婆回不了趙國,國開就獨吞了三千斤金,他覺得做人最開心,最滿足的就是這陣子了。 他找黃澳來說,唉,你看,我們這陣子趙國就完了,魏國也難保,先生你是魏國人,我是趙國人,我們投靠哪都好呢? 黃澳說,黃澳說,我就有著落了,如果大夫願意的,我推薦你給秦皇啊。 黃澳說,陳皇,他會用我嗎? 唉,不說那句,都跟你說了,陳皇早就知道你有本事治理趙國的了,這一次要你阻止廉婆,其實就想試一下大夫先,你扮得不錯啊。 黃澳說,等趙國看了,秦皇就會請你出來打理趙國的事的了。 啊,真的? 哎呀,為甚麼你不早點跟我說呢?如果早知道是秦皇是我,我會做得更加出色的。 黃澳說,連廉婆的頭都割了下來,教我比秦皇還好,你早點說就好了。 哦,殺了反而沒有現在那麼好,令到他有本事都洗不出來,其實是很可憐的了。 喏,現在廉婆呢,連一隻狗都不如啦,是吧? 那黃澳說完,又叫人搬了七千斤金進來,交給國開,又叫他用來結交大臣,應該怎麼用,應該怎麼做,就由他自己決定了。 那樣,國開見到這七千斤金,簡直好像發夢那樣,不敢相信是真的,高興到他咬下手指,咦,痛的,即是沒有假啦。 那立刻整隻蝦巴狗這樣說,摩獸秦皇這麼大恩,如果不盡心盡力去報答,我就天打女平了。 啊,他居然激動到我發誓。 你說一個國家,給一個這樣的貪官來掌權,就哪有希望啊? 黃澳聽了小笑,拱拱手,就走了。 黃澳回到咸陽,向秦皇品報,說五萬斤金,現在還剩下四萬。 只是花了一萬給國開,就買了一個趙國啦。 秦皇聽的當然是高興啦,馬上吹,援以進兵。 那麼,趙杜湘皇沒有辦法應付,急到病了,很快就走完人生旅途,回到舊時那裡報道了。 那麼,他原先呢,就有個嫡長子,公子家,就立為太子的。 那麼,後來,他看適合了寒丹的一個妓女,跟他生了一個兒子,就叫做公子遷。 那麼,他就廢了原來的公子家,就立公子遷做太子,叫國開,就做公子遷的老師。 那麼,現在趙杜湘皇一死,那麼,國開就當然是捧太子職位啦。 那麼,自己就做了上國,軍臣兩個相處得都很好, 經常一齊飲酒作樂,天蝶下來都當皮蓋那樣。 那麼,很快就,援以,就攻陷平揚,趙國的大將互接,就連同他帶去的五萬人,就全部被秦軍殺了。 秦軍於是,就乘勝進軍,就一直打到寒丹。 趙王遷這一魂不驚都不行啦,就立刻派人去代軍調大將李牧回來。 我們講一下這個李牧先。 那麼,他是趙國住宅在北方的梁將來的,住宅在代軍和雁門,就防禦兇奴的入侵。 那麼,他的大兵就真的與眾不同的。 在操練兵馬之前,他是先殺牛湯羊來給士兵吃,吃到他們吃不下,吃到他們投靈靈為止。 等他們好氣好力啦,這樣才開始正式操練。 操練起來呢,就非常之嚴格。 那麼,一定要操練到合乎要求為止。 那麼,他守邊關,就依靠兩樣東西。 封火和間諜。 隔十多里,就有一個封火台的了。 又派了那些人,就混入兇奴裏面。 兇奴一有什麼行動呢? 一直封火報信,未試過說不准的。 那麼,他還有一件事很特別, 就是如果兇奴來搶掠, 他要那些人把所有的有用的東西走, 就不准和人打的。 如果有人說抓住兇奴人, 不單是沒有賞賜, 而且還要殺頭。 所以,每次一見風火起, 人人都撿東西走人, 根本就不去打仗。 好多年來, 老百姓呢,就沒有什麼損失。 兇奴呢,又搶不到什麼東西。 於是兇奴人就認為, 李牧是怕打仗。 那麼,下面的將士呢, 就認為他是怕兇奴人。 就將這種情況稟布給趙皇知。 那麼,當時趙皇就責怪下來, 說做將軍就不能夠怕死。 那麼怕兇奴的, 趙國還有什麼面子呢? 說以後兇奴人一來, 一定要出展。 那麼,李牧是很硬頸的, 趙皇都當沒來。 那麼,下次兇奴人一來, 他又是趙板主管, 保存生命財產, 根本不跟別人打。 那麼,這樣做, 即是對抗皇明了。 趙皇就很生氣, 收了他的兵權, 另外委派過人去守邊關。 守了一年多, 每次兇奴人入侵, 都跟別人打。 結果沒有一仗打贏, 就被兇奴人搶了很多東西去。 搞到, 種又種不到糧食。 那些生畜就整天被人搶了。 運軍糧去, 又山長水遠都不知多艱難。 百姓呢, 也都叫苦連天。 於是, 將士和老百姓又是要求叫李牧來。 那麼, 趙皇呢, 唯有派侍臣去請李牧。 李牧的詐病不肯去。 趙皇沒有辦法, 唯有親自上門去求。 那麼,李牧才勉強說, 如果是都要我去的, 我還是用那套辦法的。 如果不是, 我就不去的了。 趙皇正是用人之際, 彈得你肯就行了。 又答應他, 用什麼辦法來由你定。 那麼, 李牧又是去到代軍, 還是拿一套辦法。 就令到兇奴幾年內都搶不到東西。 李牧對那些將士是好好的。 不單止是吃得好, 中時常有賞賜。 那些將士呢, 就不是好恨賞賜, 反為恨打仗。 李牧見到這樣, 就終於挑選了精兵五萬, 弓箭手十萬, 戰車馬匹很多, 來一起加強訓練。 然後, 就將牛羊生畜放到萬山遍野都是。 因為, 兇奴人見到, 嘩! 開心啦! 開始, 就不是很多人來搶的。 李牧就命令那些士兵, 只准打敗就不准打勝。 那些兇奴人搶到東西回去, 就告訴善於知, 善於知道李牧在向怕打仗。 於是, 就指揮二十萬騎兵, 就殺賓代軍了。 他決定深入內地, 不單止要搶些食得的、用得的, 還打算搶些能歌善舞的趙女回去。 那麼, 李牧很快就得到消息, 立刻佈置軍隊埋伏在路的兩邊, 直到兇奴兵入領了。 然後, 一聲令下, 萬箭齊發, 兇奴人想都想不到李牧會有這一著。 事相就不計其數, 亂了陣腳, 然後, 李牧指揮騎兵在前, 步兵在後, 就好像崩了堤的洪水那樣, 向上衝殺過去。 兇奴人慘了, 他們發夢都想不到在這裡, 會有這麼多復兵的。 更加想不到趙國的軍隊這麼勇猛, 一時之間, 就被趙軍殺到哀聲遍野, 鬼哭狼嚎, 撿回一條小子就算萬幸了。 唉, 可憐兇奴二十萬兵將, 就只剩一兩成走回去。 李牧的乘勝追擊, 連兇奴的山南暴落都徹底消滅了。 然後, 又攻破東湖、 臨湖, 就自動投降。 那些咸魚, 有這麼遠跌這麼遠, 之後十幾年, 都未曾敢侵犯過趙國的邊境。 好了, 我們回頭說回這一次, 李牧接到趙王的趙令, 留下幾萬人在這裡把守, 就帶著精兵回來救寒丹。 到了寒丹, 他先去拜見趙王遷。 李牧說, 秦軍接連打了幾個聖仗, 慈氣很好, 一時就很難打得退他們。 這群打仗, 就不一定要按老規矩的了。 如果大王你信任過我的, 就被我靈活掌握, 那我才肯仇命。 趙王就說, 我用得你, 就不會懷疑你, 你認為怎麼打就怎麼打了, 不知道你兵馬夠沒有呢? 衝鋒喊陣, 就不是多夠, 只守城就勉強夠了。 好, 這裏, 我還有十萬兵馬, 我叫趙聰, 顏聚, 各大五萬, 都由將軍你指揮了。 那李牧就出來, 去佈置安排了。 然後, 他又是殺牛湯羊的威怒將士, 叫他們比武射箭, 就是不准出去打仗。 那將士吃得好, 睡得好, 外面有敵人不打, 就只是在練武, 鼓著整套氣咬咬咬, 才說要出去打仗。 李牧就對他們說, 外面那些巡軍來的, 你以為是兇奴兵嗎? 個個都是老虎仔, 我們不是他的對手, 好些練武了。 那士兵聽了, 就很不睡了, 時下在那兒甄堤甄爪地說, 射, 巡兵好聰嗎? 他們咬咬咬地有翼咬? 嘩! 哪怕他呢? 沒錯, 大將軍真的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他們是老虎, 難道我們就病貓了嗎? 摘起箭過來奸, 才知道。 那最後, 李一言我一語, 不知多不睡 那环耳见到李牧死手不肯出来打 就反为心急 他认为李牧无非就是学当年年婆对付黄核那种办法 于是就分出一半人马去攻打金泉 那赵冲得到消息 就派人来请李牧去救 李牧就说 他们去攻打金泉 如果我立刻去救就中他计了 他就会来攻我们的大营 既然他已经分了一半兵力出去 那我就将计就计 索性你们那边的人马都调过来 一起去打他的大营 我们的人马给他多一定会赢的 于是李牧就将赵军分成三路 半夜三更突然之间杀入秦军大营 秦军就因为等了好几日都不见到赵军出阵 那就大安主意 谁知道现在三更半夜突然之间杀到 手忙脚恋 人未披甲 马未避安 怎么打 落荒而走 死了几十个将军 死伤了几万士兵 那么残兵败将就去到金泉那里报给环以之 环以之都糟了 立刻大兵回头了 怎么知道半路又入了李牧的埋伏圈 那么秦军死伤惨重 环以没了办法 就唯有扔回去咸阳了 赵军打了大胜仗 赵王千高兴啊 他说 哈哈 当年秦国的武安军白起 打败了我们的大将赵军 活埋了我们四十万士兵 今天 李牧又打败了秦国的大将援以 打到他雕窥气甲 全军风沫 单人独机就扔回去 真是好事 李牧就是赵国的白起 我亦都封你为武安军 那赵军因为这场胜仗 就士气越来越高 我们讲一下秦皇 他接到报告说秦军大败 生气得暴跳如雷 被咬咬都飘烟 在秦皇宫里面 行又不是错又不是 最后蒙艺就进来品报 说援以回来见大王啊 秦皇就问 他为什么回来 可能 是因为打败仗啦 他去打金泉啊 李牧连他大本营都踩平啦 叫援以入来 左右立刻通传 那么很快去 已经援以头哒哒眼濕濕 整身灰尘 枯燥辣辣 十足是斗输了的公鸡 这样走进来 走过来之后 他说了一句 神 大 大败 那就说不下去了 眼泪就巴巴声流下来 秦皇就怒到牙膠都震了 他说 你 你和我跪堆 援以无办法 咳嗽一下 双脚跪低 你 你打了败仗 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不想报仇的吗 想 是 是想 你又不是新任用的将军 拿到王胡书都白 怎么会败在李牧手下的 你算兵捷将都不再说 我秦国的架都被你吊了 我 我都已经派人和你铺平了路的了 你翻为打败将 还有面回来见我 你被匈奴人都不如 还做我的大将 推出去 斩 是 左右认了一声 就去捉换耳了 蒙艺急啊 他挖青下双脚跪低 挥球啊 请大王 暂色雷霆之路 请大王暂色雷霆之路啊 世界上 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的 何况 他的对手 又是赵国北方的名将 匈奴人都被他自动 踏踏跌 环仪是秦国的大将 过去立过很多战功 请大王 给他个带罪立功的机会 千万不要杀他 一开始就接中了十万兵 假如有五个玩意呢 那我秦军就一个人都没得正 还怎么去统一六国啊 正因为大王才刚刚开始用兵 所以不能够一打败仗就杀的 两军对阵 哪又说赢的呢 如果斩了环仪 谁以后还敢做大王的大将啊 秦王听说 还是不答应 梦艺就更加急了 他说 大王 平时 你说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就要奸 现在大王凭一时之气 不顾后果 我苦苦相奸你都不听 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大王 你立刻招集群臣来到商议了 相信我了大王 不杀得环仪的 我不是为私人的感情 是为了今后用兵 也是为了同一大业啊 秦王听完 想了一会儿 他说 以胡理一命 射准为问 门艺就眼泪旺旺旺地趴在地下借恩 他说 这大王不杀之含 说完就起身出去了 秦王就对蒙艺说 你 你 立刻去叫王展和杨端和 带十五万人马 再去打个赵国 一定要洗血这场场 如果打败 你就偷离认我 呃 大王 最后一句 不如灭了算 秦王没出声 即是表示默许了 然后他又说 还有 韩国都打完他了 免得留后患 什么熟不熟国 改成秦国的泳川郡 还是派内史藤大兵去 如果韩和安不肯的 就绑他来 于是 蒙艺就去了全力 就绑他来说 感谢观看